小青问小白,这人肩走一回可值得,小白坚定地笑着回答,管什么值不值得,记了就可以。 白蛇浮生最后元气大伤的小白在小青的悉心照料下,回到洞中生下了他和许仙的孩子,之后的日子,小青和他一起抚养着孩子。 但是又是一年元宵节,小青却发现小白不见了,于是追到断桥,找到了打算独自射险,前去金山寺寻找许仙的小白。 仰人相视一笑,于是有了上面的这段对话。 小白和小青魂魔妄想热闹依旧的林安城,就像是在对人间告别。 电影从元宵到元宵,从断桥开始,在一断桥结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而这部白蛇浮生,下街白蛇缘起小白和前世许轩从相遇到相恋,下街白蛇二青蛇结起水焉金山寺,小青被打入修罗场,同样很巧妙地形成了完美闭环。 难怪李嘉凯导演在白蛇浮生的官方设定集中提到,原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白蛇1.5,而最终闭环的设计启发了主创们,才将白蛇1.5变成了如今的白蛇浮生。 李嘉凯导演在白蛇浮生电影设定集中透露,宝金房主不只和小白的世界有关联,跟其他世界也有关联,它会出现在很多世界里。 跟那里的人都有交易,还是非常强大,又有很多谜团的人。 在这部《白蛇浮生》中,宝金房成为了林安城中最有名也是最难请的戏班,而追光场花宝金房主小狐妖也换上了全新的新中式皮肤。 舞台机关随故事巧妙变换场景的西香剂,不光检扣人间走一回可值得的主题,在视觉呈现上各是让人眼前一亮。 魏白蛇远起设计了宝金房的艺术总监,魏总监这一次又设计出了这个具有机械结构的宝金房戏台。 魏总监在创作手机中说,其实关于宝金房戏台的设计是可以变化成一辆车,甚至会变成一个机器人独立行走,到地方停下来,打开就是一个戏台,演完就还原成一辆车。 但是最终因为电影时长的原因,很可惜地删掉了这场戏。 白蛇旧赴刀仙草的桥段,绝对是白蛇串林间传说中数一数二的经典桥段。 有趣的是,如何从林安城前往遥远的昆乐山,居然在这部白蛇浮生中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集聚中国风格的博山炉,造型正像一座山,转动时会出现不同的文字。 昆仑,蓬莱,须弥不周,将它转到相依的位置,就能如同任意梅一样,瞬间到达不同的线山。 至于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传递的美界。 烧香许愿,以气叫上天传达讯息,通过香行城的路,能够链接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也融入了道教阴阳相通的思想。 至于昆仑山的设计灵感,则来自昆仑神树。 其实整座山就是一棵巨树,覆盖了成天积雪,于是变成了雪山的样子。 而且仔细看白蛇童子飞出来的地方,其实是巨大的树枝。 李家凯导演在创作手机中提到,他们在设计白蛇童子时参考了很多古籍上的资料和形象,电视看着觉得都没什么意思。 后来有一次,大家说看两位导演都是胖子,要不把白蛇童子也做成胖子。 导演转念一想,白蛇童子在雪山上一代就是上千年,营养比较丰富,没什么事盖又不怎么动,做成胖子应该挺好玩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把他俩和小白放在一起,就把小白称都得特别漂亮。 特别值得议题的是,在白蛇扶生设定集最后的主创访谈中,有提到原本白蛇扶生计划定档在今年十一国庆档。 但是最终为了保持追光动画一年一部电影在熟悉到和大家见面的约定,最终把档期定在七夕,于是电影的制作周期一下子缩掉了半年。 而这也是导演制片提到的,在电影制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白蛇扶生的两位导演,李嘉凯是前妻出生,而导演陈建喜则是后期制作出生。 两人的想法一个天马行空,一个成熟稳重。 再加上李嘉凯导演是东北人,陈建喜导演是香港人。 一南一北两种文化碰撞,成功做出了这部发生在杭州的故事。 李嘉凯导演在采访中有段话特别让人动容,他说,外国同行当然也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做得很好, 但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是由我们来表达会更准确,而这是作为动画人的使命感。